最后一个问题 6号 男嘉宾您好 我想了解一下 您在工作过程当中 如何去处理和女性客户 之间的这种关系呢 如何控制好这个度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美女绝缘体 就是我在的地方好像 不能说这话 太到罪了 不能这样说 这句话播出以后 他应该就没有女客户了吧 我的客户男性占比是更多的 这是我的特点 我设计男性产品会更多一些 那如果让您用一个动物来形容自己 会用哪个动物呢 如果说让您想一个动物 来形容您的理想中的女朋友的话 又会用哪个动物来形容呢 我觉得我可能是河马 为什么是河马呢 因为能吃面 我觉得我的脑子并不是特别灵观的那种人 会笨笨的 但是你让我去琢磨琢磨一个事情 我也能琢磨清楚 我的行动不会是很敏捷 思路不会是很敏捷 但是还是有一定能力 堪视的责任心在的 大智若鱼 那刚才他还提到 你心目中理想的伴侣 就河马 你觉得他会爱上哪种动物呢 若鱼 他们生活在一个水域里边 可能会是一个长颈鹿 长颈鹿 长颈鹿 你在水里 它在地上 这怎么玩 长颈鹿的特点是什么 优雅的 然后高傲的 视野和格局 小颈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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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